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标欢乐频道 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提提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想买标或是买标 可以去明标出标.com 看看我们有什么寄卖的标 或是寄卖自己的标 我们的MLCR是一个提供手标服务的平台 自在推动多元的玩标文化 除了提供寄卖和购买手标服务 还会提供代理明标服务 就连订做标大家也可以找我们 所以无论买标、买标、找标、订标 如果想和Beele玩关系,想来找我们就可以了 期望可以在MWC 见到大家了 上面这一段急口令 读了这么多次,突然说笑了一句 都真的不太习惯了 虽然在MWC 的直播和IG都说过 但我在这里也说多次了 试完MWC 的Facebook 专页 上星期开始不知为什么 就死了出不了post 所以如果想接收MWC 的资讯 就要留意IG和MWC的官网了 我还在考虑 开过一个新的Facebook 还是直接索性不用Facebook 就算了 如果有新消息 我会尽快公布给大家知道 如果有什么麻烦到大家 就敬请大家见论 今天这段影片 我知道有很多师兄 都期待了很久 就是我终于找到一只 值得我说的Black Link B01 的标款 来拍片了 今天就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性价比极之高的 计时机身给大家看看 好了,事不宜迟,去片 bueno,就可以看到一些 的地乘的的一部分 非常小的小类称 都觉得 impossible 我们现在打开它 拿出标 这是我今天要讲讲主角 Brightling的开心果面Premiere B09的Chronograph 第一次讲Brightling这个品牌 当然用规矩和大家追一下历史 Brightling的创办人Leron Bratling 1860年在瑞士的制标重镇Lachance de France出生 1884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制标工作坊 大家经常在Brightling的Logo看到的184就是这样的 1914年Leron过世后 由他儿子Brightling接手 当时Brightling由于经常周围去 见识是非常广博的 硬件当时新发明的飞机 越来越流行 预示到飞行标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于是就开始制作飞行标 在1915年推出了Brightling第一只飞行标 当时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所以就凭着制作军用飞行标 就赚到Brightling第一桶金 除了制作飞行标之外 Brightling在计时标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领头羊 早在1906年就已经拥有简单计时器和測速仪的专利 其实计时标一开始就是单案造型 即是计时启动和暂停和龟灵制都是同一个按钮就完成 在1923年Brightling革新性地创造了这个独立计时仔 而现在大家都见惯见熟的三头计时针造型 就是Brightling在1934年首创 此次之后就定型了计时标的造型 可以说是Brightling在1923年创造了历史 之后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 Brightling为英国皇家空军制造飞行军标 更加令到Brightling成为当时的飞行标的巨头 所以Brightling的飞行计时标的DNA 就是因为这样而出现 二战之后,5到60年代 乘着全球经济复苏之后 就是Brightling的顶峰时期 1952年首次推出了结合飞行和计时的Navy Timer 大家都很熟悉了 世界首创的当时 结合多种滑尺换算的标盘 成为Brightling的招牌象征 遲些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款Navy Timer 不过到了70年代 跟很多老牌的机械标品牌一样 都是逃不过石英风暴的时代巨轮 频林可产 Brightling当时将公司的资产和专利 全部卖给Earns Snyder的企业家 而Snyder也没有辜负Brightling的家族 一直将Brightling这个品牌经营到2017年 Snyder先生2015年过身 2017年之后的故事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前IWC CEO George Kern接任 新冠信任三把火 将Brightling logo的一对翼斩了幾年 直至近几年 因为反对的声音实在太大 就先加上对翼上个Logo 斩翼流B这一招 好还是不好 我就不留言了 始终美学的东西就见仁见智 最后B三番对翼 我想都已经解纳了大家的问题 但George Kern有一件事做得好的 就是他在这几年 都出了很多Brightling的经典款复刻版 对于我这种 喜欢旧款标造型的用家 就当然是开心 而且都改变了Brightling 一直以来形象太过工具标的黑板形象 就好像我手上的这一款 在2021年推出的开心广面的 Premiere Chronograph B09 就是复刻至1943年 Brightling的经典系列Premiere Record我们Brightling 其实也有紳士优雅的一面 先讲讲这款标的基本区格 它的直径是40mm 厚度是13mm 脱脱的距离是47.6mm 而标尔的广度是20mm 防水100米 还有一个双形的蓝黄石 水晶镜面 而这个标壳 就是不瘦钢的物料製造 标带配了一条啡色的 亮面的鱷鱼皮带 内侧是用了一个黄色的造型 Brightling的主题是一个黄色 而标扣 就是一个造型 相当精致的摺碟扣 这个扣有一个Brightling的logo 这个扣有一个小细致 我挺欣赏的 就是 扣完之后 这里中间有三条造型 呼应这个标壳 这里也有一个三件造型 在这个设计语言上 其实也挺有一致感 因为Brightling出开这个计时标 所以标壳有一定厚度 用这种横间的装备 都是有味到厚度 增添了一些美感 还有大大的标罐 有一个B字的标罐 除了加强了这个操作的手感之外 我觉得也有少少 把这个飞行标的大霸的感觉做出来 始终Brightling也是代表飞行标的 而标圈 用了一个Step Bezel的设计 再加上这个凸起的藍帽石的水晶镜面 有一种层层递进的味感 还有标面 用了开心果的绿色 采用了内置Target Meter的设计 两圈的计时布局 令整个B的造型非常大方优雅 左边这个是一个小妙针 右边这个是一个30分钟计时的显示 时分针就是用了怀旧的蜡烛针的造型 配合立体的阿拉伯数字的index 的确有40年代的怀旧绅士的气质 而12点钟这里 看到Brightling的logo 没有了对翼 但是因为这一款不是Brightling以前那种 很确定的工具标的设计 反而没有了对翼的B 就很合选Premiere的风格 我觉得如果这个B 是有一对翼 反而有点会超过的 我们反转到标底看看 大家看看 看到有一个透底的设计 可以欣赏到Brightling自家製造的B09 手动上电机芯 到这里有人会问 不是说B01 为什么会变成B09 其实这个机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B01 只不过B09就是B01的手动上电板 它其实都有B01所有的特点 在我心目中 Brightling的B01是一个超级好用 和性价比极高的一个计时机芯 性能方面 它的震频是28800 动力储存是70小时的 这个规格由2004年 Brightling B01首度推出的时候 到现在都是没有变过的 可想而知 它是一个挺稳定的机芯 还有那个情况 也有些似努力士的DT4130机芯 30多年都可以不用改款 都没有人投诉 事实上B01的性能上 都和努力士的4130都很似 大家都有杜柱轮和垂直里合 大家都是动力储存70小时 唯一我觉得B01不及4130 就只是那个计时的手感比较硬 这方面等待示范的时候 我就会再讲 而这个搭载了B09机芯的开心过敏 除了给你一个透底之外 加上没有了这个自动挖去阻止 除了有Brightling一贯的精神内容之外 还可以给你追随机芯 虽然这个机芯不是什么顶级的打磨 但这个价位有一个结构这么漂亮的机芯 都真是值得玩到烂 所以我不会像很多人一味骂George Kern 只能改到Brightling5354 至少如果像以前那样 Brightling就怎会出一些那么有玩味的BWP 这方面George Kern 我就是这些做法我欣赏的 好了 我现在就示范一下 这支手表的操作给大家看看 首先它没有锁入式的霸底 就这样向上转 就是上链 上链就没什么感觉了 非常之有信的 如果想调节时间 把Brightling拉开一格 这个时候看到左边的小秒针 就停一秒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节时间 调节时间之后 把Brightling按完位 时间的功能就是这样 这支手表没有日历功能 因为是怀旧款 没有日历功能 也不错 这个造型 好了 继续的方便 我们试试 把启动按下去 看到手立刻有个印 B01的特色就是 那个继续启动是很硬的 要比较大力才能按下去 反而 暂停和归零就没那么硬 而且B01有一样很递赞 就是因为它有垂直离合 所以看到那支针 是没有跳针的 非常稳定的 归零的动作 也是非常干净利落的 而且因为它有杜柱铃 所以按下去其实是有弹力的 只不过你需要比较大力 才能按下去 B01就是 按下去的感觉就是比较man的 看你如何理解 你可以理解为man的 这个感觉 但是呢 因为那支针是走得很漂亮 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 计时机身 没有可否有型 以上就是这个所有的操作 我现在带上手给大家看看 好吗 40mm的尺寸 大概154mm的手腕上 当然是没问题的 但是以Premiere系列40年代的定位来说 我觉得是可以把尺寸再强小一点 不过也可能要考虑买B09的这个机身的尺寸 是比较大的 尺寸可能就没得再细了 这个标的配戴感都挺舒服的 不过就要接受这个标殼 是真的比较厚的 这件事说真的不是个人都喜欢的 但是亦都这样想 Bregling的标 因为是飞行标定位 和之前是很工具标的 大部分都是很厚身的 它都是以工具标取向为主要的考虑因素 就不会怎样跟你说这个美感和优雅 所以这一款Premiere系列 给一个漂亮的透底给你 和画味那么重 都算是王恩浩蕩 Bregling这个品牌 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真正董标的玩家欢迎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实而不华的品牌 它就不会做太多哗众取冲的marketing操作 亦都不会玩那些所谓的机外行销的手段 它这么多年来都是默默地制造用来使用的标 大家看看Bregling由1999年开始 不单是B01这款款 就算是ETABASE的机芯 都是一定有瑞士天文来认证 就知道精准内容就是Bregling这个品牌很着重的一点 所以如果对于新手来说 努力士的Deytona 如果仍是一个很遥不耗的目标来说 绝对可以考虑一下Bregling B01的系列 性能上来说 B01绝对不会差过Deytona 当然Deytona有它优性的地方 就是它比较细极 而且按下去的计时手感就好很多 有达力和轻很多 但是价钱就不是这样说 就要看价钱的差别 而且如果你买标 只是为了带标看时间的话 不是用来炫耀或者是为了虚荣心的话 Bregling的B01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款新款的Premiere 除了有这么特别的开心改面之外 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头底机身 可以给你欣赏 这款全新的Premiere B09 计时开心改面 就已经在MWC记得了 官方定价是港币59,900元 就这样看 以这款标的质数来说 我觉得这个定价是非常合理的 当然MWC的记卖价一定有静折扣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MWC的官方网站MWordchannel.com 看看详细的资料和记卖价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开心分享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一出新的影片 就能够订阅通知大家 如果想买标或是买标的话 可以留下MWC的官方网站MWordchannel.com 如果你看不清楚 也订阅我的相机 也订阅我的频道 你支持我继续分享最大的动力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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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